在合唱團裏面 大家很開心 開心得來是因為吳東老師 可以用他的表情來指揮我們唱歌 很有感情的 在我參與合唱團出去 每年都是獲得冠軍的 有一年因為吳東老師病了 找個學生 找個同學出去指揮 都可以獲得冠軍的 所以其實在我鄭保羅的時刻的時候 我最難忘的是在合唱團那段時刻 在吳東那個精神 他所指導 我這一生經常都是唱歌 我現在都在參加合唱團 請大家分享一下吳東老師 是一個什麼人 他其實教我們的時候不是牧師 他是音學老師 他個人很隨和 還有很友善 他在他表達自己的時候 都放很多善意的感情 所以很多學生很喜歡他 好像床枝豆那樣 聖寶羅如何影響到你之後的 再進修和工作 聖寶羅的校風 可以說是很著重自主 自己的自主 自己的自學 自己的自律 要自己去修身 不是要人灌輸的東西給你 是要指你去怎樣做 其實是很自由的 可以說得 還有很包容 包容當中 要大家都合群 這件事是影響我好心的 我三代都是聖馬利亞堂 聖工會的禮拜堂 崇拜的 所以我自小就在禮拜堂長大 所以都喜歡教會的生活 亦都覺得這個是一個愛的群體 都想在以後的生活裏面 都多些在教會裏面生活自奉 在校慶187受針年的時候 我祝願大家 都在教與學裏面 都得著真理的亮光 和感受到愛的真實 都在教會裏面